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预言有宗教成分 您想知道我会怎样回答吗? 马上带您进入精彩内容 什么是预言? 预言就是一些人用比较隐晦的预言提前告诉人们一些历史上将要发生的 与人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 它甚至可以预测千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些著名的预言 比如诸葛亮的马前客 袁天刚和李淳峰的推背图 刘伯温的烧饼歌 金陵塔碑文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诺查丹玛斯的朱世纪等 都在后世得到了验证 如果预言是灵验的 能够准确预测未来 它其实揭示了一个什么天机呢? 那就是 神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预言讲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却能被提前预测出来 意味着那个所谓的未来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是预先安排好的 谁安排的呢? 肯定不是人类自己 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安排这一切的 必然是高于人类的生命 也就是神 人类只不过是像脸系一样 按照神安排的剧本 在历史舞台上 把一切都展现出来而已 所以说 宇宙中存在高于人类的生命 神 而且神在安排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这就是预言所揭示的最大天机 您想到了吗? 有观众说 感觉预言有宗教成分 这话说得没错 什么是宗教?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 宗教是将人与神指或者超自然 神圣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体系 既然预言揭示的是神的安排 那么宗教会关注预言 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所以 我们看到很多宗教典类都包含预言 比如佛家的金刚经 武功经 道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 西方的圣经启示录等等 除了宗教典类 其他预言都是什么样的人写的呢? 我们发现 大多数预言家或者本身就是修行的人 或者是道行很深的人 例如 三国时的诸葛亮通晓阴阳 料事如神 唐朝的袁天刚和李淳风本身就是道士 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 通经史 小天文 精兵法 法国的诺查丹玛斯非常熟悉星象学与天文学 在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印度少年占星师阿南德 犹太教拉比 平托和佛教高僧宣化上人都属此列 还有一些预言则是神人所授 比如韩国的大学者 天文学家南施谷所著的格安一路 据说是他少年时在金刚山遇到的一位神人传授给他 由他记录下来的 因为南施谷好格安 所以叫格安一路 但据说上通天文 下小地理的南施谷也未能全部领会奇异 也就是说 能够预知未来的人 必然是能够与神沟通 与神发生联系的人 最起码也必须是信神的人 不然神也不会把天机泄露给他 所以预言通常会用比较隐晦的语言来表达 普通人也不容易看懂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 既然天机不可泄露 那么神为什么要留下预言呢 我们发现 虽然这些预言是不同人 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流传下来的 但他们也有共同之处 例如 他们都预言了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将发生一件大事 从而引起人类乃至整个宇宙前所未有的巨变 其次 他们大都预言 人类经过这一次大淘汰之后 将进入一个美好的时期 人类为什么会有劫难呢 因为现在人类正处于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末法末节之中 什么是末法呢 就是人心不行了 道德下滑 如果人心再坏下去 会发生什么呢 就如预言中所说的 会发生各种灾难 大劫难 最后的审判等等 有没有解脱之法呢 当然有 就像上帝让诺亚造一个方舟 避过大洪水一样 神在警示世人的同时 也一定会给世人留下避过劫难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也被记录在预言中 这就是预言存在的真正意义 它体现了神对人的慈悲 希望在大劫难到来之前 挽救更多的生命 那么 人类怎样才能避过现在的劫难呢 如果您想知道答案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点赞 MM 穿 workers在物业 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点赞